吉林一号屡历其功 中国在摇杆卫星的发展上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中国卫星技术又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逆袭的 几天前 吉林一号高分02D卫星成功发射 而吉林一号卫星组至此 共有30颗卫星载轨运行 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商用摇杆卫星组 而提起吉林一号这个名字 恐怕很多人都不会陌生 中国民营企业长光卫星公司研发的吉林一号卫星 是一款非常精确可靠的望远镜 主要服务方向是民用领域 对农业地面数据进行监测和分析 但因为其相当精准的眼光 可以持续拍摄精度在一米以内的视频画面 经常可以用来探查美军的动向 吉林一号卫星此前就曾发掘F22的踪迹并予以跟踪 另外吉林一号卫星还直播过美军航母进港的全过程 在机场直播美军P-8A海上巡逻机起飞也被他偷拍到了 另外就是在不久前美国仓房撤出阿富汗的时候 此刻正昊游在距离地球500多公里太空的中国吉林一号卫星 进入下了美军飞机浪费逃亡的全过程 从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两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紧贴地面飞行 试图将跑道上的人群驱散 为了安全人们不得不离开跑道 但是直升机一旦离开 人群又马上重新聚拢在运输机周围 同时吉林一号也拍摄到一架固定翼飞机离开的画面 可以说中国摇杆卫星履历其功 也让更多人认识到中国卫星技术的进步 中国摇杆卫星究竟有多强 就拿吉林一号来说 其动态监控能力足以匹敌美间谍卫星 只不过美国人极少会公开这样的景象 据获星吉林一号的主要工作 是对农林业资源进行监测与分析 同时在测绘土地 城市建设 交通规划 防灾减灾 矿业开发等多个方面都发挥着很大的用途 该卫星分辨率达到0.5到1米级 并且还具有实时视频成像功能 而从卫星拍摄的动态画面 到传输地面延迟不超过15分钟 与此同时 由于经常揭穿西方老底 西方媒体也没少造谣 称中国摇杆卫星其实都是为军方服务的间谍卫星 中国政府利用卫星监视其他国家 窃取他国的隐私等 有意思的是 美国媒体还曾指责过中国 有意拿间谍卫星来对美国的军事设施进行监视 然而实际上利用卫星对他国进行监视 并且时不时拿出他国的军事基地卫星图来引起骚动最多的国家 却恰恰是美国 为了利用间谍卫星对他国进行窥探 美军早在上世纪60年代便成立了一个叫做 美国国家侦察局的部门 干的就是研究证明用卫星监控他国的事 据获悉 美国每年给国家侦察局调拨的经费高达数十亿美元 这个数字也超过了中央情报局及国家安全局 可见 美国对于利用卫星探取他国机密的重视程度 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 美军还开始了一项名为未来图像基建的计划 该计划核心就是打造更多更先进的间谍卫星 据获悉 在近20年时间里 美军利用未来图像基建计划 已经打造出了数十颗间谍卫星 每颗造价超过几十亿美元 其投入甚至超过了著名的曼哈顿计划 然而 做了这么多手准备 美军仍然觉得不够 随着新兴航天国家的兴起 美军也很难偷偷摸摸把卫星放天上去偷窥他国了 于是 美军又有了进一步的动作 去年 美军正式成立了独立于其他军种的太空军 而这支军队其实就是美国间谍卫星监视计划的一个体现 太空军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利用太空技术搜集情报 但比起美国的间谍卫星计划几乎不对外公开 至少中国摇杆卫星对外都是开放的 正是因为信息公开 所以才能找到这么多的有关报道 因此 说中国摇杆卫星都是间谍卫星 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不过 中国的卫星技术又为何能在短短几年内 达到让美国人都担忧的水平呢 中国2010年启动了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计划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了自主可控的对地观测系统 根据各种公开信息推测 目前 中国军用的对地观测摇杆卫星的分辨率 已经跟世界最佳水平相差无几 而民用卫星的分辨率已经可以达到0.5米 各种大型设备 建筑 舰船 道路等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载轨寿命也由原来的2到3年提高到8年以上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 截至2020年9月 全球共有824颗摇杆卫星载轨运行 其中美国有462颗位居第一 中国有182颗位居第二 目前 中国的摇杆卫星发射数量呈现昨年增多的趋势 17年到19年分别发射了21颗 40颗和52颗摇杆卫星 其中著名的有高分系列卫星 环境实践系列卫星 北京系列卫星 高颈一号星座 吉林一号星座 珠海一号星座等等 中国发射的摇杆卫星超过了经验丰富的俄罗斯 说明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已经成熟 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摇杆卫星有何作用 一般来说 摇杆卫星能根据你的需求 在特定的时间之内覆盖该相关区域 然后监测到农液 岭液 海洋 火土 气象等情况 然后给予卫星反馈 并且中国制造的卫星能够观察到 在地面长度长达三分米以上的物体 可见对于世界各地的监测 可以算是十分的准确有效 也能够最快最清晰的获取 最及时的监测信息 并且中国的卫星摇杆产业发展 一直以来受国家政策主导 以专项计划驱动的发展模式 依赖国家单一投入 科研性质的任务需求 对产业的带动效应也比较弱 虽然在2005年发布的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 将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 确定为16项重大专项之一 至今已发展了资源 环境 高分 气象 和海洋五大民用摇杆卫星系统 但主要由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 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 和国家卫星气象应用中心等国家机构 负责运营的状况 缺乏数据商业化的动力 以及开展商业化运作的机制 近年来随着国家开始重视 并大力推动航天从事业向产业的转变 从政策层面逐步放开 并支持卫星摇杆卫星的商业化发展 尤其是十三五期间出台了密集的产业政策 真正打破了中国商业卫星摇杆产业发展的 主要政策壁垒 而中国能够从落后国家发展到如今 才短短几十年 就已经拥有了庞大的摇杆卫星群 可见已经给欧美国家带来了深深的危机感 所以欧美国家也在积极地发展该领域的成果 以此想要来对抗中国的摇杆卫星群 但是只要给予中国足够的时间 中国不仅在摇杆领域 在其他方面也将会援甩美国 从而跻身于世界强国的行列 所以中国正走在大国崛起的路上 在航天领域的发展上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将继续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走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 为世界科技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也为促进各国之间的发展贡献力量 秉着求同存异 协同发展的态度 必将对世界各国的发展 产生深远且持久的发展